為了倡導垃圾分類回收再利用的觀念 台泥在花蓮和平廠打卡園區 設置了一台會自動分類寶特瓶 飲料杯還有電池的智慧回收站 不同以往的都是大型垃圾桶方式 現在只要做好回收 還可以累積點數來換取商品 台泥打卡園區開幕已滿週年 為了倡導垃圾分類回收再利用的正確理念 特別在園區內設置了一座智慧回收站 目的就是要讓大家開始重視生活中的垃圾問題 樹花類各位我不知道知不知道 全世界一年生產大概4億萬噸的樹花類 低於10%是回收的 90%不是被埋就是放在海洋裡面 就是說剛剛也提到一開始 就是海洋中間到2030年以後多棍於魚 所以這個必須要開始解決 我們只是付出一點心力要走這個事情 必須往前走 希望大家能夠把這個思想推廣出去 台泥這次所辦理的好回收好和平計畫 主要是希望垃圾能從源頭減量 推動六類廢棄物循環在利用的理念 像是寶特瓶可以做成紡織品 生活垃圾可以替代燃料 出魚則是可以變成有機肥等等 這個我們是在外面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們有開換一個農場 我們在開設讓這些和平村生民 可以來這邊種菜 然後順便就是利用我們這個土糧感染劑 當作他的一個養分來給他們 給他們長了以後讓他們自己能夠回收 自己帶回去 而目前這座智慧回收站不僅是會自動分類 只要照著步驟完成回收還能極點兌換商品 大大增加民眾使用的意願 我覺得很不錯 因為有時候 如果我們就丟在垃圾桶裡面的話 有些人會亂丟 那這種的話就很方便 打開園區開幕至今已滿週年 入園人數達到將近270萬人次 泰妮表示希望能透過活動辦理 讓民眾更加認識廢棄物 落實粉類回收與循環再生的重要性 記者綜合報導